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澳洲牧羊犬 本期主角可厉害了 拥有编目的外貌 二哈的神情 伯恩山的毛色 矮角肌的电臀 虽然在国内还不多见 但在国际上却是个家喻户晓的犬种 可以说是世界第一牧羊犬 问题一 欧牧名字的由来 欧牧实际是漂亮国的犬种 那为什么会叫澳大利亚牧羊犬呢 因为最初欧洲的一群牧民 带着欧牧满世界浪 在澳大利亚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到了漂亮国 漂亮国的一位农场主看上了澳牧 就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牧民说从东土大唐而来 牧民说从澳大利亚来的 于是就有了澳大利亚牧羊犬这个名字 嗯 好像也挺合情合理的 另外犬街智商排行第十的是 澳大利亚牧牛犬 而不是澳大利亚牧羊犬 这是土生土长的澳洲犬种 而澳大利亚牧羊犬智商排名第42 要知道二哈智商排名是第45 问题二 澳牧智商为什么比边牧低很多 很多人觉得澳牧很像边牧 那是因为澳牧是巴斯克蒙羊犬和边牧交配出来的 那有人就要问了 作为边牧的儿子 为什么智商排名这么低 其实澳牧的智商和服从性都很高 不论是可信度还是接飞盘 基本边牧能做到的 澳牧也都能做到 澳牧智商比不过边牧 我觉得更多是因为边牧工作上只负责看管羊群 而澳牧不但要看管羊群 还要保护和接送羊群上下班 就像贝克汉姆作为中场球员 在比赛时不但要参与进攻 还要参与防守 而C罗作为前锋 只需要想方设法进球即可 前锋又是最受关注的 所以C罗就能拿进球奖拿到手软 而贝克汉姆虽然能力强又敬业 也始终未能染指进球奖 你们说听不懂火影的比喻 那我就换世界第一运动足球来比喻 所以这个比喻大家听懂了吗 另外你就看澳牧这智慧的眼神 把他排名智商榜前时 是不是有些难以服众 你让哈士奇怎么想 问题三 怎么区分澳牧和边木 澳牧相比边木 头更大嘴更宽 骨量更粗体型更大 但这些都需要对比才容易辨别 当然还有更直观的方法辨别 从颜色上看 它们都有三种以上的颜色 边木最常见的是黑白相间 而澳牧最常见的是和博恩山一样的三色 另外澳牧的眼睛周围都有色素沉淀 就像画了眼线 而边木就是正常颜色 再看尾巴 边木都有尾巴 而澳牧因为基因和人为原因 有些出身就是短尾或者无尾 就算有尾巴大概率也会被断尾 如果说这么多你还奉不清澳牧和边木 那我还有个绝招 你可以上去撂倒他的蝉屎官 被吓得撒腿就跑的就是边木 上来要跟你干架保护主人的那就是澳牧 当然绝招肯定是有风险的 万一被打了别说是我教的 总结 澳牧聪明却不炫耀 活泼却又沉稳 能力出众却不争不强 绝对是个低调的王者 如果你喜欢边木可以养澳牧 如果你喜欢二哈可以养澳牧 如果你喜欢柯基可以养澳牧 如果你喜欢博恩山可以养澳牧 总之澳牧是个各方面都很优秀 非常适合家养的中兴犬 但是这么说就很难推敲我挚爱的小鸡毛 所以澳牧只能是各方面都仅次于鸡毛的家庭伴侣犬 很多恶势力说最近小兴犬出的太多了 要求出几期中大兴犬 那下期就继续中大兴犬 所以我向恶势力低头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吧 我是霹雳心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ace Bye